今天早上北韓在东部胡岛半岛一带发射数枚不明飞行器 让南韩的军方高度警戒 因为距离上一次金正恩下令发射导弹才相隔了六天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北韩今早发射的是两枚进程弹道导弹 发射时间点分别是当地5点06分和5点27分 导弹飞行约250公里 南韩的国防部长郑景斗也表示 如果北韩持续挑衅不排除将北韩视为敌人 南韩媒体也分析这是正经斗自去年9月上任以来 说过最重的一句话 这个月25号北韩才刚无预警的发射了两枚KN23进程弹道导弹 当时金正恩大动作就是不满8月5号即将举行的 美韩联合军演用导弹表达抗议 25号所发射的导弹一枚飞行了430公里 而另一枚则飞行了690多公里 南韩聚方分析将这两枚导弹定位为新型的短程弹 也见美韩联合军演马上就要举行 北韩再次发射的多枚不明飞行器 不排除也是为了抗议军演的恐吓手段 也让朝鲜半岛的局势再次陷入紧张 谢谢大家